哈囉,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不知道各位還沒在玩戰雙怕迷石呢? 這款去年推出的高人氣漠視科幻風格的ARPG遊戲 在近日推出了《寄冤殘響》這個最新的更新 不只是加入了來自尼爾自動人型的高人氣角色 2B、Nias跟A2 同時也加入了許多新的專武和塗裝 讓不少玩家都跟著2B的人氣一起回歸了這款遊戲 版本更新至今,戰雙也迎來了一周年了 或許有很多和洛洛一樣中間有拖坑的玩家 可能搞不懂現在的戰雙到底是在玩些什麼 所以就趁著這次改版的機會 讓洛洛來跟各位分享分享回顧玩家必須知道的7件事情吧! 第一,不管你有沒有滿80機都請善用指導系統 在今年6月的《中菸福音》改版中 戰雙曾加入過一個全新的指導系統 這個系統能夠讓80等以上的玩家 招募6名為滿80等的玩家為學員 並可以在專用頻道中指引他們遊戲的玩法 簡單來說就是師徒制的概念啦!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更改指導任務 每天最多兩次 教官可以為其學員替換指導任務 且當學員完成任務後 還可以向教官贈送等級1的五星意識 且在學員畢業後還可以在協作補給中領取獎勵! 如果你早已經忘記遊戲怎麼玩了 不妨趕快用社交軟體或留言板找個師傅 一起來把獎勵給拿一拿順便學習玩法吧! 二,現在要練誰呢? 如果你是很早期就脫坑 那或許目前主流強勢角色你幾乎都沒有見過 目前比較強勢的包含在 九龍環城版本登場的冰系主C 露西亞亞亞語也就是冰露 極地暗流版本登場的物理隊主C 露西亞深紅之淵 暱稱是白毛 以及在終焉福音版本登場的暗系主C的露娜 影免等等 當然根據戰區的不同 真理、亂術、羅賽塔等角色也相當強勢 所以回鍋想要立刻追上進度恐怕會很辛苦喔 但也不用擔心 戰霜的作業感必不高 趁現在紀冤殘想入手妮爾隊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三,新的妮爾隊強嗎? 雖然根據關卡不同很難說到底算不算強 但由於妮爾隊擁有強悍的泛用性 主要就是透過A2的超硬近戰暴力攻擊 搭配9S的物理後台輔助 和2B的交互輸出形成高傷害 所以如果在缺少羅賽塔、深紅之淵、亂術、三驅二的情況下 且願意在這個版本投資一點小潛錢 妮爾隊的確是擁有足以替代目前一線角色的戰鬥力 若是想要挑戰高難、戰區、球龍等關卡 也可以在考慮課金抽專武 並深接將妮爾隊的電鍍整體拉伸 四,我已經忘記怎麼玩了 現在回鍋要做些什麼呢? 由於這款遊戲的節奏很大程度取決玩家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的時間 每週其實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如果有單論必做的功課 像是宿舍做家具、幻動球龍、協同作戰、公會戰、分爭戰區 異聚迷宮等等都算是日常功課 但如果你比較沒有時間 其實大部分的挑戰也都可以壓到一天一小時的遊戲時間以內完成 並且素材關卡也有掃蕩功能 所以十分方便 只要用自己的節奏慢慢刷以上幾個重要項目就好囉 5. 公會系統 這是什麼? 公會系統和其他遊戲沒有太大的不同 主要就是讓你和其他玩家社交 並可以一同參與貢獻肚致的公會戰 公會不只是會給予公會技能的BUFF 基點商店也可以拿到很多只有這邊有的獎勵 所以如果在改版前你還沒有公會請顧必去加一個用用看喔 6. 那我在這個版本應該抽些什麼角色呢? 由於你耳隊並沒有特別突出之處 那Yes跟A2又可以透過千道和活動關卡兌換取得 所以如果你是為了2B而回歸的玩家 那基本上需要的只有花11250黑卡將2B帶回家即可 如果你還有點閒錢或是真的有錢到不行 那你大可考慮443或343的搭配都不錯 總之優先養A2就對了喔 而且目前尼爾卡池的S出角率是100% 也就是絕對不會歪 另外還有抽10反3的活動 相對的所要花費的總黑卡數也有了大幅折扣 另外A2的專武也是很推薦的 有多餘的資金也可以考慮至少入手一把A2的專武喔 7. 目前跟上路板進度了嗎? 由於台版進度至少落後路板半年 所以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當然沒有囉 包括這次的新版本《機緣殘響》在內 目前台版還落後路板至少四個版本的進度 所以說就算某些角色在路板很強勢 如果台版還沒有開適當的搭檔的話 也不一定會比你手上的還好用喔 目前回鍋以來遇到的戰霜老手們都還蠻好相處的 雖然洛洛剛回鍋在操作上都還需要點時間適應 但也還好沒有被笑手殘 主要的是這次戰霜和尼爾的聯動真的太香了 封面一登入就是尼爾的主題曲 角色模組也十分精緻 戰鬥一如既往的操作爽感十足 就算沒有玩尼爾本作 光是下載遊戲體驗試用就會一試成主顧 非常推薦給曾經玩過戰霜 或是還沒有玩過戰霜的玩家們 趁現在來玩笑一下 那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 洛洛都會一一回覆 覺得影片內容實用也歡迎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頻道內容 也可以點擊加入按鈕 來請女肉吧會員每個月請洛洛喝杯新奶茶加雞排 所有喜歡洛洛的影片可以點擊喜歡給洛洛一個鼓勵 喜歡越多洛洛的buff就越強喔 除了今天分享的這些內容之外 最重要的機緣殘想玩法 以及角色和刻薪的相關問題 洛洛都會在下一支影片中詳細為各位介紹 每週一到晚上整點半更新影片 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